嗨嗨 上个月的时候 我不是发了一条招聘的信息吗 在感受到大家热情的同时 我还关注到了一条这样子的评论 于是我就连夜通知她 给她发了一个录用通知书 并且跟她说包吃包住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欢迎 这个小小实习生吧 大家好 我是芊芊 要是咱们芊师傅 那可以是发了一百多期视频的 按不住了 爸爸老猫对女儿的交易 在男臭小子方面 可以说是东风造极 今天是不是能鼓装计装系统 你敢信 好好培养一番 未来我还真挺想把它挖过来的 但是啊 让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玩家来打工 是不是太为难它了呀 先参观一下我们的这新工作室 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好 箱子也是ZIP的形式存在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几个小小的职业好吗 好 OK 那我们去办吧 芊师傅来的这天 正好是我们搬进这间工作室的 第一天 很多东西还没有收拾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在芊师傅逛了一下 回头我们也会给小伙伴们 专门做一期Room Tour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来问你几个小问题 翻了一圈之后 你觉得我们工作室怎么样 比较有趣吧 还有这么大屏幕的电脑 他们的房间 其实我们家拍一个客厅 不够 这次倩倩过来实习 是爸爸威胁你的吗 我也不是 一想到要来你们工作室 就特别激动 根本睡不着 我还有一次是六点睡的 六点睡的 为什么有这么想来呢 我今天就成为你的实习导师了 今天还有给你准备一份实习工资 等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之后 我就给你发工资 行 我现在好像一个雇佣同工的黑心老板 因为经常听到有评论区的小老板说 我们俩长得特别像 那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等你训练完成了之后 我就可以代替我出镇了 现在我们看到前面呢 在这个玻璃板子后面 是有镜头的 待会儿这个字 就会自己蹭蹭蹭地往前走 那我们倩师傅就要准备开始第一次挑战了 小老板们如果觉得 倩师傅的表现特别好的话 就在弹幕上扣一 今天我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 当当 就是这台主机还有配件了 那么这台主机 那么这台主机 像就是白色的条铺 然后再加上一个军腿 至于其他的配件 什么内存的里面的散热器 也都是奥剂 增加百分之百 刚刚倩师傅的表现 其实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倩师傅最难得的是 他居然有手势 辅助他自己的 Aero的表现 读课文读多了 后面还有一段 我们来挑战一下 一口气吧 拧完读位 好吧 作为一个实习工 好像成熟了 不需要成熟的重点 那么这台主机 相式 华硕的调护52 整机为白色表 白色的表现出气候 火力 跑火25个 拆起了不讲 那更大更堂 简直是装机版的动物森友会 说起动物森友会 大家都知道里边有 很多可爱的小动物 大吉香草罗宾 阿富牛奶糖 罗兰约翰阿奔 这名字好多 金牌 红字烧 佩玲 小巴 华容 花纳 贝果 包伯 阿克 北翠尼仔 空里 阿田 喜副 五袋 春卷 雷尼 银打山米 西瓜 姜椒 太子 甲刀 青蛙 江氏 小杰 嗯 超激烧 嗓子冒烟了 顿顿顿 好把孩子累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 我可能要给你9.7分 因为这个东西呢 你是要对观众负责的 所以在我们的阿扑主方面 观众都是上帝 好精辟的一个总结 为了给屏幕前的大家 整出有意思的视频 我们每周都会开一次选题会 我们团伙的小伙伴们 都会聚在一起脑爆 就不知道牵师傅能听懂多少了 刚好那天吃宵夜 然后我们想着 搞一点就是更贴近 我们自己实际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往自己身上 有什么东西看 就是我们自己真的觉得 特别有意思好用的东西 然后就把它做成视频 然后我们想把它做成视频 我来讲一个 不太算是选题的选题 我们需要有一些周边 我想到了那种抱枕 或者披风 我觉得吧 可以找那种做中片的场上 做完了展示一下 看一下制度过程那些的 挺有意思的 这个 那么这一趴 嘎嘎嘎讨论的也差不多了 大家觉得今天 千千给出来的这些创意怎么样呢 如果觉得OK的话 大家比个这个 三二一 太多了 我要做不了了 我们这一次要体验的是 摄影实习生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拍一些 刚刚你在稿子里面念到的 那些产品的一些Biro Biro 是什么 知道吗 我知道就是那种特写镜头 对 这里有一个圆圆的钮 这个钮松了之后 它就可以这样转 高端 有点好玩 亮红灯就表示开路了 那你就可以进行 你想要的运镜 现实习一上来 就是一个环绕镜头 对 我们拍摄的时候 就尽量保持这个在中间 真不错 然后我们要不要在后面 找一下有什么道具 适合放在旁边拍的呢 来个纸物吧 三二一 开始 就要展示出来这个标签 差不多了 过 我来检查一下 这个拍的怎么样 估计素材是够的 很棒 这拍的有很多片段 都是可以用的 大家也可以给千师傅 拍的这些片段打个分 满分十分 把我的分数打在弹幕上 哎呀 可累了 累 那想不想放松一下 咱们这个是一个 对战的游戏 出来的人要接受惩罚 什么惩罚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好好好 Round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这什么 连哥回来 又回来了 我差点跳下去了 走你 哇 被打飞了 打飞 我被打了 耶 你过来呀 你下来呀 走你 哎呦 哇 好强 我输了 哈哈 什么惩罚 判脑门 啊 哎呀 好轻 千师傅对我真好 我舍不了多重 你看我在原地 呜呜呜呜呜 摩拳车撞 谢谢 你觉得今天好玩吗 好玩 辛苦吗 有点 那你今天最喜欢的是哪个环节呢 还无疯吗 游戏环节 多余环节 好了 现在就到了今天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千师傅来我这里当了一整天的实习生 我也不能当黎巴皮是吧 所以说肯定是要给我们小实习生准备一份工资的 闭上眼睛 我把你的工资拿过来 我说睁眼的时候才能睁眼哦 嗯 好 三二一 睁眼 哈哈哈 没错啦 这次千师傅的实习工资 就是陪伴我们大半天的 华兽TUV弹药库海景房主机和显示器 而且都还是纯白的 我们还专门以让千千体验DIY工作的理由 让他自己上手组装了这一台主机 希望这份工资能让我们的小实习生满意啊 那么今天一天下来 虽然我在面对这么可爱的千师傅的时候 总是很容易很不下心来 但我还是发现 千师傅对待交给他的每一份工作的态度 都是积极干净十足了 从不逃避困难 尽自己所能去做到最好 对于十岁不到的千师傅来说 真的是未来可期 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初做UP的时候 就是因为对很多好玩的东西都充满了兴趣 而且还希望把这种艺术屏幕的快乐带给大家 这是我们喜欢的并努力为之付出的事业呀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感谢各位哥姐姐们的观看 记得跟我散聊哦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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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